AG打赢KSZ后 全员不仅没拥抱阿哲 连握手都觉得多余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昨天成都AG在试冠的赛场上 又遇到输州KSZ战队了 两家的故事已经被说了几个月 其实当初阿哲转回到KSZ后 AG昔日的老友们都非常高兴 并且阿哲在KSZ也当上了太子爷 平时AG队员电风赛撞成阿哲都非常激动的调侃几句 而且正式比赛被KSZ击败后 也会跟着阿哲笑呵的拥抱 这种气氛不就是老友之间的友谊吗 说实在的 就算不能长存 但如今有这么一群AG的好友 也是稳赚不肥的买卖 电风赛撞车随便搞点节目效果 第二天都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同时AG每场败给KSZ 甚至被阿哲连破一打五的时候 AG粉丝们虽然心疼自己的战队 但还是会祝福阿哲学长 有了自己心仪的战队并且被重用 这种热度阿哲不可能不知道 可偏偏弄到如今的地步 就连昨天比赛结束后的握手环节 让观众们看了都非常寒酸 曾经即被AG输了 全然都是带着笑容拥抱着阿哲 从中不难看出 曾经AG队员们和阿哲的感情之神 可如今似乎双方连握手都显得多余了 无话可说 形同陌路 当运动和阿哲握手时 好似都不愿多看一眼 曾经的过往已经烟消云散 而在烟消云散中还夹杂着一丝不悦 小哲哥总说 阿哲不仅没有为AG在全网曾经 最近还补了一刀 可想想 这会就是ksg俱乐部的意思 不然真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